题目是,他要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名称叫修课资料 然后呢,将什么呢?将这个工作表 学员基本资料的工作表,里面的上课 级别和班别,做班语 CD,记得是班语,班语的话一定是减下 另外的话呢,把学号跟姓名复制 复制记得哦,保留旧的哦,所以班语跟复制是不一样的哦 那你至少要能够看懂别人的问题哦,不要说 人家跟你讲什么,那你还听不懂问题 那就麻烦了,最好是当然不只是听得懂 还能够很快把它做出来啦,这我想是你们应该学会的 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一,先插入一个工作表叫修课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新增工作表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的名称按右键,重新命名 右键有个重新命名,或者其实第二个方法点两下也可以啦 然后这边改成修课资料 OK,好,Enter一下 这样我们就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的话呢,它说什么呢 把那个,哪两个做班语呢 它说要把这个上课期别跟班别 所以上课期别在哪里呢 在这里,跟班别 它说要班语,对不对 所以记得按右键减下 如果是复制就是这个 减下 放在修课资料的CD 那怎么放CD呢 其实你有几个方法 你就直接把游标放C1 按右键,这边有个贴上 它就直接贴上了 记得不用选CD两栏 你就直接游标放C1 把它按右键贴上 OK,完成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要复制 复制哪两个,学号姓名复制到AB 所以移动到学员基本资料 把第一栏跟第二栏 一样,选上面 按右键复制一下 因为我要复制 不是要移动 所以记得按右键复制之后 再放在A1 按右键 把它贴上就可以 贴上的话 记得就是选第一个 后面还有什么 只有值 后面就不要选错 贴上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修课资料 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哪些学生 他的生日 然后他的班别等等资料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部分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 修课资料里面要绘制框线 框线的话外框线 然后就是储存格范围里面的颜色要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第一个框线 A1到D120 次出框线 那怎么选取呢 有没有要放A1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按住之后 向右是向右选取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向下就向下选取 所以意思就是整个选取了 到120 刚好D120 这个范围呢 我要做什么 1先选取 第二个的话 绘制框线 请你从在油漆桶的左边 这边有个小箭头 它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绘制框线 其实我是建议 次出框线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选这边有一个外框 然后出框线 但是它里面呢 它要的是次出框线 我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不是 它要的是次出哦 可是那个这个地方只有出框线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选择其他框线 其他框线之后的话 请你选择 这个是最初的 请你选择次出是上面这一个 这个叫次出框线 然后呢 再按一下什么呢 外框就可以了 所以题目是次出框线嘛 所以我们先选范围 然后呢 再选取什么 那个刚刚的框线设定 然后选次出框线之后 按下什么 按下外框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会按外框就出现 按确定就好了 但是你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 那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看结果的话 一般是这样 你可以从那个 预览列印里面看 常用旁边有个档案 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列印 有没有 印的时候才可以看到 你会发现 外面的这个叫次出框线 才会出现 本来可能没有框线 那就不会显示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把B2到B120 等于是B栏的那个范围里面呢 跟学员资料里面年龄颜色 年龄 我们切到年龄看一下 年龄的这个地方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呢 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它的颜色其实你可以从油漆桶这边观察 放在这里 点一下这边 其他你会发现它就是这个颜色 所以主要 就是跟它一样的颜色就好了 那所以游标放这边 看一下油漆桶 它是这个颜色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B栏的部分跟它一样的颜色的话 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颜色 它要的是从B2到B B2游标放这里 Ctrl就会向下 就是向下选取 然后把这个颜色 改为这个跟它一模一样的颜色 点下去OK 这样就完工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讲完第二跟第三 这一个跟这一个 待会我们再来看最难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